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这个乾隆皇帝的十大武功之一 大小金川之战,第一次这金川之役 上文书啊,咱们介绍了在这个地区 也就是这个康巴藏区和这个嘉隆藏区的背景形势 哎,这一地区啊,是晋藏大道 各据俗话说啊,是晋西藏的咽喉耀道 上文书啊,咱们交代过头 不光是这乾隆皇帝想把这一地区控制在自己手里 就是这西藏的活佛大喇嘛们呢 他们也想把这一地区控制在自己手里 有人说了,那一时期啊 哎,这个西藏呢,是正教合一 如果大喇嘛呀,想把这一地区控制在手里 那不是很容易的事吗 因为啊,很明显在这个正教合一的正体里边啊 这个教是要高于正的 哎,这呀,您就有所不知了 在这一地区啊,虽然这个宗教啊 控制了一部分的城寨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城寨的吐司啊 他们是负责管理辖区以内的寺院的 也就是说啊,他的辖区之内啊 这寺院就是寺院,哎,不能参与到正式当中 这回您明白了吧,就是因为不能绝对控制 所以说这西藏大喇嘛、大活佛的手才伸向了这里 乾隆皇帝啊,对这些事情他明白着呢 所以说啊,在这一地区他明白 虽然不能啊,实施这改土归流 但是啊,也要把这些吐司控制在自己手里 这才有了呢,把这个金川地区啊 分为了大金川和小金川两个城寨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分散势力 我经常啊,听到有这么一种声音 他们说这个大小金川之战啊 是这个清政府对边境实施的一次维稳战争 不对,那儿啊,他不是边境 实际上这大小金川之战啊 在我看来是为了防止国家分裂的评判战争 也就是说啊,这中央政府遏制了这个通藏大道 就会击碎这个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野心 把这个藏区牢牢地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心 这大小金川的兵乱呢 咱们就说这个土司沙罗奔吧 他最大的心愿也无非就是啊 控制了这个地区 让这个地区也自己一个人说了算 好,跟这个中央政府 或者是跟这个西藏政府啊 哎,多捞点这个油事 说话的时候呢,能伸开烟站着 最好啊,哎,还能坐着 那什么叫坐着呀 就是说呀,封我个什么什么爵位 控制这一地区呀 是西网梯呗 他这个想法啊 对这个西藏政权倒是无所谓 可是乾隆皇帝能干吗 这乾隆皇帝的意思是说呀 哎,你听我的呀 不如我说了算 哎,您别乐 您别以为啊 这两种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 实际上不然啊 这里边啊,他有一个主动权的问题 所以说呀,第一次金川之战 这沙罗奔呢 他打赢了 哎,他也分裂不了祖国 首先中央政府啊 失去了对这一地区的绝对控制权 再有呢,对这一地区的文化 以及王化呀 那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损失 换而言之呢 就是说这一地区的人呢 本来就不通王化 你这中央政府在控制不到这个地区 文化再跟不上的话 那完了,这一地区的土人呢 那就更没有国家概念了 那么这话就说回来了 这沙罗奔就凭着自己手里 这万把人就敢和这个大清国对着干吗 哎,开始啊 他还真是不敢 不过呀 清政府对这个沾堆之战呢 他是眼睁睁看着的 首先说呀 他离得近 哎,咱们上文书交代过了 直线距离啊 四百多里地 绕着弯走呢 也无非就是七百百里 再者了 当时啊 这大小金川土司兵啊 参与了这沾队之战 所以说呀 这主将的无能 兵士的四立内人呢 他们都看在眼里了 这乾隆皇帝就曾经提到过 这上下沾队之战 军营提阵 使而玩忽 继而捏爆 号令不移 赏罚都不严明 兵丁并灿者 不知财队 弃戒绣坏者 不知更换 降变弃具 士族离心 金川之蠢动 实践搬滚之四逆 相帅效尤 前世不减 更一厉害 这大体意思就是说呀 这个沾队前线这仗啊 打得太刺了 所以说呀 才导致了这个沾队土司 搬滚的四逆 到了金川这边呢 这沙罗奔呢 看在眼里呀 所以说他才不把这个 大清国的部队呀 哎 放在心上 简直的没有震慑力了 那么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这话呀 得导到这个乾隆八年 那会儿 沾队之战 还没结束呢 那为什么说 我在这儿要特意的 给您交代一句呢 因为一会儿啊 您听到那些 在沾队之战 结束以后 被处置了的 货罪官员呀 还在这个执行任务 您别好奇 因为这会儿 是乾隆八年 处置他们呀 是乾隆十二年以后的事 乾隆八年 还没等到 这个清朝政府草草了结 沾堆之乱 实际上在这会儿啊 这清政府的微信 在加荣藏区呀 就已经大大的降低了 就在前一年 乾隆七年的时候 这大金川的吐司 巴勒奔 并故了 于是啊 这乾隆皇帝 就接到了一封承报 这承报是谁 递上来的呢 是当时的四川巡抚 祭山承奏的 哎 这上面的内容是啊 让朝廷啊收回这已故土司 巴勒奔的印信 并且呀 把这个巴勒奔 生上的土司之贤 让其地 沙罗奔继承 当然了 有这个书里边 他也写这沙罗奔呢 叫瑟勒奔系 说实在的 这瑟勒奔系呀 是个解释词 就是瑟勒奔的 弟弟的意思 哎 看来呀 人家是有名字 就是叫沙罗奔 实际上 这沙罗奔呢 在他哥哥当政时期 就已然是这成寨当中的精神领袖了 咱们从这儿啊 往前倒 倒到雍正年 哎 初川 与这个亲命福远大将军 年刚瑶一起啊 哎 到青海去平定 这罗布藏三僧之乱 当年啊 带着这个五百吐司兵呢 其实就是这沙罗奔 哎 这个吐司啊 四勒奔 根本就没去 也就是说 那大金川啊 在这个朝廷这点脸啊 是人家沙罗奔挣来的 哎 虽然那会儿这沙罗奔 他还不是大金川吐司 哎 这沙罗奔呢 他野心还是有 不过呢 咱们还得强调一点 这沙罗奔的野心 他大 也无非就是啊 在这个大小金川地区 他想一人说了算 再大呢 他的野心呢 也没大出过这个 加荣藏区和这个 康巴藏区去 所以说啊 有的这个历史博主啊 给这个沙罗奔扣帽子 说他是个分裂主义分子 我觉得您高看他了 倒不如说这沙罗奔呢 他是个野心家 您想啊 他即便控制了这一地区 哎 他也不可能独立成国 您要是读过这个 二月和先生的 落霞三部曲 当中的强龙皇帝啊 这二月和先生啊 更不认为 他们是分裂主义分子 哎 倒是还很同情他们 哎 在这一点上啊 我和这个灵解放先生啊 这看法是不一样的 哎 有时间您读读 特有意思 那里边不光打仗 还有爱情故事 哎 闲言勾开 书归正传啊 咱们接着说沙罗奔 这沙罗奔呢 他早就忌惮于小金川了 哎 这小金川当时的吐司是谁啊 这吐司啊 叫泽旺 于是乎啊 这个沙罗奔就做点想主意 说我呀 是不是把这泽旺拿了 给他弄死 然后我呢 就是真真正 让这大小金川之主了 怎么拿呢 这思考了几天之后啊 沙罗奔一攀大腿 记上心来 于是啊 他就把自己的小女儿 Ko 嫁给了慈望 您可记住了 这个小女儿啊 他叫阿Ko 哎 真不好念啊 念不好就容易念成阿Q 有人说不是 这Ko啊 不是他闺女 是他哥哥瑟了奔的小女儿 因为没过几年 这沙罗奔又把他的一个女儿啊 嫁给了巴旺吐司 哎 人说这个巴旺吐司媳妇啊 才是这个沙罗奔的小女儿 那有人就问了 说这沙罗奔 他就不能有俩闺女吗 哎 是这样 这个当地少数民族 管自己的小女儿 才叫Ko 所以说 这巴旺吐司 他们家的媳妇啊 如果说是这个沙罗奔家的Ko的话 那么呢 这个小金川泽旺吐司啊 他们家的媳妇呢 就应该是这个 瑟罗奔家的Ko 您瞧没啊 这不是一个擅长讲啊 这清代后宫故事的人啊 他巴不了这么细 所以说呀 来我书馆听书啊 掌学问去问您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把这个自个儿的侄女也好 闺女也好 嫁给了小金川吐司 则旺 这是联姻吗 哪啊 不是联姻 也不是美人计 这个呀 超脱出36计 如果单给他定个名字呀 应该叫做送虎入寨 这小金川吐司 则旺他们家这扣啊 是个汉妇 没过多长时间呢 就把这个自己丈夫管得服服帖帖的 并且呀 拿货到了这个大金川吐司的寨子里 得 这一下子呀 这个小金川吐司的印信 算是归了沙罗奔了 那您想啊 这侄女都这么横 那姑娘能善得了吗 哎 这个巴望吐司啊 也被媳妇控制住了 虽然这印信没有交出啊 但是实际上 已然成了这沙罗奔的傀儡了 那这四川呢 他不是无主之地呀 那他那有巡抚呢 这四川巡抚继善和这个川山祖都庆赋啊 虽然当时正忙着攻打战队 但是啊 得完这个消息之后呢 也不能瞪眼看着不管呢 虽然呢 没有人 没有力量 发兵啊 去教育教育这个沙罗奔 但是总得这个写封信 劝戒规划一下吧 要说啊 这沙罗奔一点都不怕这个清朝政府啊 那也是瞎说 总归心里的借地吧 于是这沙罗奔就回信说 行行行 我呀 已然把这个小金川的印信交给了这个 河望吐司的弟弟 哎 叫梁耳吉 也就是说啊 现在小金川的政权啊 还控制在人家家手里 哎 跟我没什么关系 其实呢 这里边他有个狗齿莲花的事啊 不好说 这个梁耳吉啊 实际上就是跟那个女儿也好啊 侄女也好 那扣啊 他疏扫思通 他做了小金川之主以后啊 那不就也成了这沙罗奔的傀儡了吗 其实啊 这川山总督庆父和这个四川巡抚济山 这事儿心里明鉴似的 哎 那既然是这样 大面上要是过得去 那干脆就两遍两遍 反正我们这儿也腾不出手来管你 可是一不管不要紧的 这一下子就助长了这沙罗奔的野心 就在乾隆十二年的二月 这沙罗奔呢 就发兵攻打了格布什山寨的土司 所辖的地盘 哎 这地方叫正地寨 然后啊 又攻下了明正土司的两个寨子 一个寨子呀 叫秘鲁 另一个寨子呀 叫张武 首先呢 这个地区呀 那是这个进入藏区的南大门 到这个官军所控制的打箭炉啊 没多远了 只有四日的路程 再有了这个格布什山土司啊 和这个明正土司 那可都是大清朝的人 早就已经王化了 于是这川山祖都济山呢 就给这沙罗奔去了一封信 这信里边啊 这严慈相当的激烈 直接呀就骂这个沙罗奔呢 是小丑跳梁 并且呀 同时向朝廷请旨 一定这次得派兵弹压了 同时啊 这川山总督庆复 也向朝廷啊 进了奏章 并且在奏章当中啊 提出自己对付沙罗奔的张床 这庆复说呀 他要以藩制藩 并且呢 已经联合了这个小金川 隔不十三 八旺等大金川相邻的吐司啊 发兵邪术 这打与不打 就等着这朝廷 乾隆皇帝一声号令了 那么这乾隆皇帝 他到底是打不打呀 咱们呀 明天 接着聊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史 喜欢咱们的频道呢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得嘞 咱们明儿见